所以我们再来看刚刚那一段 体伤的真实状况 跟判断健康与否的诊断 及从因解除症状的治疗无关 故不必在细究其中仪器检测体内的异常形态 有无状的组织受损 这句话特别重要 所以我们要不要在意 造出来的异常形态 有没有状的组织受损 要不要去追究 原来是事实的真相 因为这个太难了 所以我一下子就放多少 八个案例给你们看 如果还不懂我也没你们的办法 但很显然你们真的是看懂了 所以这句话太重要了 所以你根本不要再追究 里面这个异常形态 有没有状的组织受损 以前也没有 所以我相信古代的综艺 也可以做得出来 但现在的综艺是我相信都不敢做了 了解我的意思吗 为什么 因为他以为 有没有组织受损 要不要从组织受损下手 根本组织受损 就是我早上放黑脚阿嬷的故事给你们看 我说西医师不可能相信 人体本来就有自益力跟修复力 所以一定要挖 对不对 他们就是开刀 黑脚阿嬷也是要开刀 那这个脑内出血也是要开刀 气胸也是要开刀 有没有 一样的道理 那这些难道要开刀都不用 原来照中医的方法 一针热灸三用药都可以处理 原始点就是这样做出来 所以这个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概念的突破 那我们来看下面这一段 通过仪器检测发现异常 往往需忍肌挨饿空腹进行 甚至还需忍受 像麻醉剂 内视镜 放射线 抽脊随 穿刺 切片等 所带来的不适与风险 殊不知付出这么多代价 查出的异常 不仅不是疾病之因 也不是疾病本身 这里越讲就越细 越深入了 进一步我要把这一个道理 再讲清楚 因为这个不是我故意讲出来的 而是一路做很多的案例 然后把它归类出来 才发现原来事情 真相是这样 好 那我们第一个案例 我们来先放脊椎压迫 手麻脚麻的案例 脊椎压迫案例 他说刚好来这里玩 然后就听了我一个小时 他刚好求医无门 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 所以冲进来问 台湾20天前 我突然间脚麻 躺在船上是不会怎么样 做得还好 我一下床就看他 整个脚血血气不通 可是已经困扰我很久了 我核实公正照了几十四五天 那中医症就吃中药 西医只吃中药 挺有消炎的 我已经差不多吃二十五天了 既然来了 他也有所贡献 我稍微帮他处理一下 现在麻这里是吧 好 喔 喔 我一枪就中腰台了 一下去我就知道这里一定很痛 很痛对不对 好 冷一下 我轻一点 这样可以承受吗 好 我要配合他 要不然他不给我容 我先轻啊 这里也痛 好 痛 好 这就是他的无疑处战 所以跟这里跟腰椎有没有关系 没有 我帮你输啊 不能让患者痛太久 这是我的原则 可以下来看看 看看那个肥子还麻烦 嗯 真的好有重 真的 可是很痛 无疑西医看得太多 因为我认识了很多朋友 医生的朋友 各说各话 我真的就正常的 这关系报告主科 主任 包括院长什么 说是要 也是公正啊 要开刀 我不敢开 这好像现在没麻 只是说我今天我管他的 我就冲当了 找对的再讲啊 好像面子是另外一回事的 我真的不麻了 现在我也是发誓的 这个西医确定是四五椎要帮他开刀 但我有没有揉他的腰 没有 你们看得出来 我揉哪里 屁股就把他的麻当下解决 只是他比较抱怨的就是我把他屁股揉痛了 差别在这里 快不快 一分钟就把他解决 但医学准备要把他开刀 让他两个多礼拜还在 那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 症状跟异常 检查出来的异常形态有关吗 没关 这个是进一步的 我们前面说症跟状 彼此有没有因果关系 没有 连状都还没有达到组织受损 了解我的意思吗 体表组织受损 都跟症无关了 何况 了解我 那个状已经到这样都没关了 那你异常怎么会有关 这个是一个思路逻辑是很清晰的 那这样的案例多到不行 好 我们再来看 脊椎压迫案例 那我们请这位李先生出来 把你的症状 然后西医怎么跟你讲 跟大家讲一下 大家来讨论你的病情 我是 我本来是一开始是手马脚嘛 然后讲说要是怎么症状 就去西医检查 他有给我做很多一点串的检查 所以我一直到那个 不知道 结果 他的判断就是 我的颈椎跟腰椎都 椎间满不出 加到神经 其他报告他就叫说 你就留下来开刀 因为我听了跟我太太讨论一下 好 那最后的结果就是 我不要开刀 现在的症状就是 手里上面有那种马 可是我脚里面 下半身就是 随时都是马 新的症状就是 脚里脏 走路也很小心 也不能跳 有时候走路的感觉是 鞋子掉了都不知道 神经已经 那西医还跟你讲 如果不开刀会怎么样 他说不开刀会很严重 有时候会瘫痪 西医 那个他们会说果会生果 西医的理论就是 手麻跟什么 跟颈椎有关 但手麻我看那么多 没有一个跟颈椎有关的 跟体伤有关 这个揉一揉就会好 那你现在手还在麻吗 我现在手指尖是 麻的感觉就是好像我们 手去摸冰块一样 动动的感觉 现在还有啊 现在还有啊 左手已经按提东西了 为什么不能提 就是提起来这个筋很痠很痛 那你提的时候是哪里痠 我今天提起来这个筋很痛 我们来看看 它跟颈椎有没有关 插腰 你现在这里出力就会痠嘛 痠这里对不对 对 好 那我先帮你按按看 这里痛不痛 这不会痛 这里呢 越来越痛 我越来越痛 后面就不会痛 这里就不会了 好 所以都集中在这里吧 好 这个既是诊断也是怎么样 治疗 治疗 我把你拿掉 因为讲得那么严重 说跟颈椎有关 我现在就做给你们看 有没有关 所以异常会不会产生症状 他说这里异常啊 颈椎压迫要开刀啊 那现在我有没有处理他的颈椎 所以我是处理这里啊 那现在在找痛啊 我知道找不到而已 指尖来麻嘛 对不对 现在指尖哪里麻 指尖是就是对后面都会麻 指尖都在麻 我们现在来处理他的指尖看看 这里有酸 这里是吗 这里有酸 这里都没有 好 你现在再摸摸看你这个指头 有比较轻微的 有比较轻微的 你确定吗 两手不一样 两手已经不一样了 好 那你现在脚是怎么样 脚就是很脏 哪里脏 就body painful 小腿 but 小腿部 小腿部脏 脏是哪里引起的 上背部 上背部耶 来 趴这趴 这里痛不痛 这里不用 痛的时候跟我讲 這裡酸了 我现在帮他处理的是小腿肚 那有没有效 这样就知道 好 我们起来看看 左脚很轻 有减轻 右脚呢 没有那么脏 有减轻 好 你走过来看看 现在那个比较踏实际 那是不是我这样处理 有没有患 这个患者来之前很紧张 因为两家医院都造出颈椎压迫 要开刀 那另外腰椎也压迫造成脚胀 结果我有没有揉颈椎跟腰椎 我没有啊 这样就把它搞定了 而且几分钟内 就把它症状真的解决了 就这么简单 它揉完恍昂大悟 原来就这么简单 但是西医讲的有没有很严重 非常严重 不开刀会怎么样 会瘫痪 手麻不开刀会瘫痪 我从来没有看到手麻而瘫痪 只有看到开完刀 可能会有这样的案例出现 那很显然 它这个症跟它的异常 有没有关 无关 这样的案例多到不行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 也是如果再处理不好 西医说要 因为颈椎有骨刺压迫 如果再处理不好 也是要开刀的一个案例 之前我的脖子不舒服 会痛 肩膀会麻 我去看医生 照了磁症造影 医生说是四五六 滑胃 骨刺赚到那个神经 那给我吃了一个月的那个药 好像没有改善 他又建议我再吃一个月 如果没有改善 安排下个月考虑来开刀 你肩膀麻哪里 这里的位置 这里会不会麻 上面这里 这里也会 等于从这里麻到这里 对不对 然后脖子在哪里酸 平酸 这里酸 那这样多久了 五个月 五个月 那我去做那个肤腱 热敷还有电疗 还有拉脖子 还有拔罐 拔罐 起身有效最后没有 他脖子这里酸 他的开关在哪里 整骨下颜跟脖子 这里一定可以找得到 所以这个只要找 马上就可以解决他这里的问题 好 那他如果这里痛 我也认为是在这里脖子 也是可以管到这里 这里确定麻嘛 这里麻是肩部原始点引起的 所以我等于我把整骨下颜揉到这里 然后再把肩部原始点揉完 这里的麻还有脖子的酸痛 就可以解决 那有没有效 他说五个月了 我们做完马上就可以见分享 这个我揉整骨给你们看 那这里呢 这里呢 也会 那等于整骨下颜整条都在痛 那我颈椎看看这里痛不痛 但是我不是揉他的颈椎 是揉旁边 因为他肩膀还会麻 所以应该是跟颈椎有关 好 那他这里我已经解决 我现在要解决他的肩嘛 那这个就揉肩部原始点就好 这里痛不痛 会 会喔 这一点痛不痛 这一点不会 好 那就只有这一点痛对不对 这一点很痛 有两点都在下颜这里 要不要很久不用 这两点差不多18秒 如果每一个点9秒 所以我已经揉好了 现在帮他舒缓一下 你测试看看脖子还有肩部 你刚才上来好很多 这个都准备要开刀的 那很显然我都没有照西医说的 要处理颈椎 只是把开关揉开就好 你这个我刚刚都讲过了 我已经看了 这个重点在找开关 而不是说你脊椎突出 这个都不会造成的 我还是一句话 我现在要学校 他们也要教我 对 现在他们也要教我 他进来很严重哦 是一拐一拐的进来哦 西医准备要开腰椎了 那我们立即处理 结果怎么样 有没有动到他的腰椎 也没有啊 揉屁股而已啊 揉完就马上能走了 所以即便造出来 这个异常跟症状 有没有关 无关 一句话 好 那这样的案例还蛮多的 胆结石案例 曾先生50岁 家住台湾新北市中和区 2011年8月7日 凌晨三四点 腹部剧痛 检查为胆结石 胆发炎 并被医生告知 会引起腹膜炎 败血症等 建议手术摘除胆囊 患者到基金会 经张医师案推后 疼痛立即消失 之后半个月疼痛两次 家人处理缓解 今天凌晨差不多三四点 我就忽然肚子痛 痛醒起来 一直忍 忍了差不多 将近五点受不了 我就把我弟叫起来 我本来想叫送医院 然后我弟就 把我做按摩 还有热服 看能不能减少我的疼痛 可是还是受不了 所以就送去医院了 医生就做X光跟超音波扫描 还有验血 他说我胆有结石 产生发炎 发炎可能胆囊会破掉 胆子会流出来 可能会有腹膜炎或败血这样 建议我们胆囊要拆除 可是我弟弟 他就说拆除这个那么大事 先我们考虑一下 所以我们就没有进行手术就直接出院 然后我弟弟就带我来基金会这边 原先我以为是找中医 结果来是听课 我就又痛 那听课我就停了一下 结果那个 医生有给我做一个简单的那个 的按摩 来 你上来 不痛啊 不痛啊 好 那我们就到这里 就自从那张医师看过以后 到今天就两个礼拜 这两个礼拜就 只痛了两次 痛了之后 我弟弟就帮我 推拿跟热服 状况就比他没那么痛 半年后其家人告知曾先生已痊愈 我问你们 他的疼痛跟胆结石有没有关 跟胆染发炎有没有关 如果有 我应该帮他的石头揉出来才对啊 那看 我揉完也没有掉出一颗石头 石头还在 但为什么还就立即不痛了呢 很醒来 这个痛跟造出来的这些异常 没有任何关系 而是跟体伤有关 而他的体伤是痛 痛多数怎么样 他处体伤 也就是你只要找对开关揉了 就一定会好 所以 我说这个手法要不要写 一定要写 要不然他弟弟也帮他揉了 揉了没有效就叫本处体伤 本处体伤怎么到我这里 又变他处体伤了呢 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手法重不重要 很重要 如果有时候你位置揉错 或没有揉到深入 有时候是揉不出来 了解我的意思吗 好